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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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巴希求的莫囊若的 用下希拉中波索瓦的 至悲满分佛陀脚月轮 圣众心慢围绕而言是 散发能消三有瘟疫脑 圣法甘露妙光愿吉祥 各位道友大家晚上好 那么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呢 是归遣世的第六课 我们呢也是争取在这一堂课之内 圆满皈依浅世的学习 首先呢我们先一起发心 大家来这样如理作意 现在大家这样有文思皈依法里的机会 都是上师三宝的恩德所赐 愿我的相续中早日升起 与上师无二无别的皈依之境界 而我呢也要珍惜当下的这种种的姻缘 为了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愿他们离苦得乐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来成就圆满的佛果 来听闻这一堂课的内容 断除一些如理如法听闻的唯品之后啊 我们进入这堂课的学习 包括上堂课在内 我们主要学习内容呢是归的学处 分别同佛法僧三宝 三个角度来说我们学习不共的学处 那每一个不共的学处呢 我们又分为所断 就应该断除的行为 所修应该修除的行为 以及呢 同分这三个方面呢 上节课呢 我们重点学习的是 归一佛宝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如理如法的圆满 归一佛宝方面的归一界 那我们这样来念一遍 稍微做一下回顾 第一呢 归一佛之后 不再医治其他的导师 不再向他处寻求引导和庇护 第二呢 以释迦摩尼佛 即一切诸佛为导师 我们归一的是十方三式的法 暴化三身佛 不可能只归一其中一部分 或者在佛与佛之间呢 以我们的分别念来进行取舍 第三个方面啊 是我们应该做的 佛塔 佛像 以及我们补充的金刚领储 这些法器呢 等是佛的种种化身 是我们顶礼供养的对境 应该断除一些呢 不恭敬的行为 第四点呢 是同分 对于现在我们开始取舍道理的 上师和善知识们 一定是看作真正的佛宝 甚至连上师的身影也不能践踏 而精勤的成事供养 那上节课呢 我们还学了一部分 归一法宝之后呢 怎么样做才比较圆满 我们学了第一点 不在归一佛法之外的教法 那上师呢 是详细到以四法印 为一个界限 凡是四法印所含设的观点 修行的方法 都属于内道的一些修法 违背四法印观点和理论体系的的话 就是呢 外道的法 那我们不应该去归一 也不应该呢 以之作为自己修行的指导的标准 那我们继续来学习 归一法宝之后 第二个方面 我们应该断除的 原文中说 归一佛陀 教授的一切正法 而不是呢 其中一部分法 那这一点呢 就跟我们前面学习 要圆满的归一佛宝 就非常类似 就是呢 不要与我们的分别念 在佛法与佛法之间进行取舍 要做好这一点的话 首先还是要明确 我们所说的归一法宝 我们归的对境是有哪些 它是呢 能够使我们现正 断正究竟功德的一个方便 它的主要内容呢 三藏是为教法 三学是为正法 那这些都是我们归的对境 要无一偏漏的圆满归一 那上师的原文中也说 既然说是归一三宝 那应该就是同时归一的佛法僧 三宝它不是分藏传 汉传的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在平时说的时候 也要注意这种说法 就我们可以说 自己学的是藏传佛教的某一法门 或者是汉传佛教的某一法门 但是如果讲到归一的话 肯定是归一的全部的佛法 不能认为自己归一的只是藏传 或者只是汉传 只是归一大乘佛教 或归一小乘佛教 那我们呢 只有在观念上产生这种转变 以前觉得 我反而归一藏传佛教 那如果自己观念上 有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的话 那可能在行为上 就认为 可能其他宗派 或者其他传播区域的佛教 不值得我去归一吧 他们不是我归一的对境吧 那这样想的话 就容易产生一些误区 甚至我们的归界啊 就没法清静 所以首先是从观点上 上是帮我们遣除了这个误区 只要说归一 肯定是佛法僧三宝 不分什么地狱 也不分呢 大乘小乘 而是呢 全部圆满的归一 那这样呢 我们也可以得知 由于我们归一的对境 是全部的佛法 那么我们又应该对法宝呢 有一颗恭敬和供养的这颗心 所以呢我们要对所有的法门 平等的恭敬和信仰 不能排斥 甚至毁谤其他的宗派和法门 否则呢 便有棒法和舍法的过失 那佛陀在经中也说啊 佛所言说 皆因信顺 譬如食蜜 中边皆甜 就像吃蜂蜜 或者吃一个蜜糖一样的 不论是从边边上吃 还吃到中间 那它同样都是甜的自信 所以我们呢 对佛法也要有这种了知 就是不论是佛陀三传的 哪一个法门 不论是呢 对哪一类的众生 所宣说的这种修法呢 都应该是我们恭敬信仰的对境 可能暂时呢 没有机缘进行呢 这种深入的学习 但是呢 也不能以自在毁他的 这种恶劣的发心 去毁谤其他的宗派 以及呢 我们不熟悉 或者是没有因缘 深入修学的这些法门 那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过失非常严重 可能呢 我们认为只有对佛法破口大骂 才能称得上是棒法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 棒法罪还是很细微的 而且呢 特别容易犯 过患特别严重 由它这几个特点综合来看的话 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 说到底 还是要善护口业 看上感应片里面 第一句话 福祸无门 为人自招 并没有什么罪业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 一切呢 都是我们自己身与意呢 产生了这种违背因果的行为 所以呢 一定要谨慎 在波尔八千颂里面呢 也有一个教证说 和人若造无间 不如相似棒正法 我们知道无间罪是多么严重呢 从时间上 感受痛苦的深度上 以及呢 在无间地狱的果报消禁之后 还有后续的一系列的恶果显现上 等等各个方面 即便有人造作了无间罪啊 还不如相似的来诽谤正法 佛陀跟舍利子孙者这样来说 如果以这种舍法 或者以这种舍法的不清净心 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什么想法呢 哎 这个法呢 不是佛陀跟我说的 那个法呢 又不应理 那个法呢 不能调伏我的烦恼 那个法呢 不是呢 本是释迦牟尼佛的教义 这个法呢 又不是佛陀的亲口所宣说的 以这种舍法的心啊 这种不清净的发心 来宣说了这些 棒法和舍法的话的话 那自己舍法 不说 还让别的人 不生起什么信心 毁坏了自他的 对佛法的信心 和归顺的心 而且呢 扰乱了自他的 这种的信心 有如此诸多的过患 佛陀怎么来评价这种人呢 其实呢 悲心是始终不离开一切众生的 但是呢 佛陀说舍利子 无不愿闻彼人之名 旷富与其相处 就这样的人呢 我听说都不想听说到他们的名字 更何况呢 跟他们呢 接触了 所以 棒法 不仅是我们前面说 毁棒 还有一种呢 就是佛陀在 辨识一切 研磨经里面 对文殊菩萨的教言说 诽谤正法的业障 极其细微 如果对如来所宣说的圣语 对一类起善妙想 对另一类呢 起恶劣想 这就是棒法了 如果内心呢 有这种不清的分别性 佛陀说的这个法好 那个法不好 我们想想啊 佛陀所宣说的 每一句甘露妙法 哪怕是半个祭送 哪怕是两个字而已 它都能起到对治烦恼 带来安乐的作用 如果对这些圣法 做这种高低优劣的评判的话 就是落入了棒法的这种恶业之中 那上师在同生极乐国 这篇开始里面也提到了 说我们呢 在劝诫别人修学佛法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我们可以赞叹某个法门 殊胜 劝别人来学这个法门 但不能说别的法门不殊胜 劝别人不要去学 可能有很多道友 有弘扬佛法的这颗发心呢 其实也是特别随喜的 弘扬佛法的时候 也要注意这一点 细微的谨慎取舍一下口业 刚才也提到了 祸从口出 经常呢 在世间我们也说这句话 其实呢 这句话来源于哪里呢 它是佛陀的一句教言 在大方便 佛报恩经 这部经典里面呢 也说过 一切众生 祸从口出 口舌者凿身之福 灭身之祸 我们来看啊 如果不是善护罪的口业 就是像一把呢 来砍伐自己身肉的斧子一样 给自己带来呢 灭身之祸 那上师呢 也是在多处场合呢 强调我们要善护口业 说护口如棚 滚油行 我们要谨慎观察 自己说出去的每一句话 就像呢 捧着滚烫的热油 来走路一样 一不小心呢 热油呢 就会溅出来 就会伤害自己的身体 为什么口业它格外严重呢 比如说我们造作了身方面的恶业 杀身啊 偷盗啊 我们知道它很粗大 也能认识到这是很严重的恶业 但是呢 我们却没有从心底认为 说出去一句恶语 一句妄语 一句驴尖语 一句奇语 可以带来多么大的恶业 所以呢 还是对因果方面呢 我们还要再反反复复的学习 生起来定解 前面是提到了 应该平等的 皈依所有的法门 有因缘修学 我们就去修学 而且呢 当时也发下了法门无边试验 学这个四红试验之一嘛 发了这个愿 就随着自己的智慧和悲心 能力不断的增上 一步步的去实现这个愿望 那佛陀传法四十九年 几百场法会 三传法轮 为的就是呢 因材施教 能够随机度化 尽可能的为根基 奇性 偏好不同的众生 提供各种解脱的方便 所以我们要对一切法门呢 有一颗恭敬的心 第三个方面 我们皈依法宝呢 意味着同时 皈依佛陀的教法和正法 为了让我们避免一个误区 没法圆满的 皈依教法和正法 要么我只恭敬 法本文字 认为这才是我恭敬 对境 而不去呢 重视修行人相讯中的 戒定会的功德 要么呢 我就认为 戒定会功德 唯一重要 外在的法本文字呢 没有那么重要 也不去顶礼 也不去供养 也不去恭敬 这是另外一个误区 另外还有一种呢 就是指恭敬 圣者相许中的 戒定会的功德 认为呢 和自己一样的 凡夫人呢 或者为政务者 相许中的这些 正法的功德呢 不值一提 没有什么皈依的价值 那如果是有这些 偏颇的想法的话 还是要反反复复的 观察一下自己 对于皈依的学处 有没有做到圆满 第三点 我们皈依法之后呢 还应该断除杀业 为什么呢 因为佛法的宗旨 它就是为了利益 和救度众生 如果伤害众生的性命呢 直接与法相为 佛法里面有 人天秤 小世道 中世道和大世道 即便是人天秤 这种小世道的发心 它为了获得来世的 这种人天安乐 也会奉行食善业 断除杀生 等一切的食不善业 第一条呢 我们说就是不杀生 不以这种残忍的方式呢 来伤害众生 才能获得人天 善趣的这种安乐 那小臣行人呢 他更是谨慎的取舍因果 严格的守护自己相续中的 别解脱戒 那就是为了不伤害众生 大臣的行人 在这个基础上 他就是发愿 愿一切众生 能够离开种种的痛苦 获证佛果 发了大臣菩提心的修行人呢 就是要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一次次的选择 回来轮回 往返涅槃城 来救度众生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呢 也是为了不伤害众生为前提 而且呢 他在修行的过程中 不仅是不伤害 要进一步的去想到利益众生 总结来说 佛教就是诸恶末做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作为上师的弟子啊 一定要远离十恶业 根据姻缘呢 来守持居士戒啊 别解脱戒啊 菩萨戒 密承戒 不论守持什么样的戒律 行持什么样的善法 其实都是出于一个目的 那就是不伤害 既然成为佛陀弟子 就要呢 信受佛语 就要按照佛陀 开示的呢 去做 首先就是 不要去伤害众生 杀生的行为 有多么惨烈的果报啊 以前呢 也有简单的学习过 比如若杀一友情啊 将在地狱里面 住一个终结 另外呢 还要以五百世的 这种方式呢 来偿还 这个杀生的恶业 所以我们不论信不信佛 或者是正在观察佛教 等待皈依 那还有呢 身边的一些人 我们呢 都应该自己 一劝勉身边的人呢 尽力的去避免杀生 那这里就提到了 什么才算是杀生呢 怎么样才算是一个 完整的杀业 那我走路 不小心踩到虫子 算不算杀生呢 那这里呢 上师就给我们开显了 一个因果方面的法理 那我们了知 因果的基本的法理之后呢 就会在日后呢 更加谨慎的取舍 以及呢 也会衡量自己的行为 进一步呢 来观察自己的戒律 像之前经常有道友问 手持八关战戒的时候 或者是有手持居士戒的道友 哎呀 我今天不小心踩死了一条蚯蚓 我是不是破戒了 还有呢 我今天呢 不小心杀害了一个众生 我是不是破戒了 那我们呢 学习下面的这方面的内容之后呢 自己对自己的行为啊 也会有一定的衡量了 那上师在这里开始到 完整的杀业 需要具足四个条件 哪四个条件呢 第一个 就是杀害的明确动机 第二个 具体的杀害的对象 第三个 采取实际的行动 第四个 实现了预期的结果 这四个呢 要完整的具足 才是一个完整的杀业 我们详细来看 第一 要有明确的杀害的动机 啊 这个就是发心上具足 第二个 有具体的杀害对象 比如说呢 要去饭店里点杀 哎 我就是要这条鱼 这呢 自己明白啊 我要杀害的哪一个对劲 或者飞过来一个苍蝇 我呢 一方面想杀害它 另一方面 我知道 哎 它是一只苍蝇 想杀害的是这只苍蝇 第三点呢 要真正采取了实际的行动 如果只是心里想一想 或者说 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 包括工具啊 包括计划都做好了 但是没有最终采取什么实际行动的话 那也不具足杀身的条件 当然这个采取实际行动啊 还包括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叫他杀 包括我们说到的 去饭店里面点杀啊 第四个呢 就实现了预期的结果 我们预期呢 想杀害这个众生 那么呢 的确是把这个众生的命根给断绝了 真正的把对方给杀害了 那如果是起了杀心 也有明确的杀害的对象 也采取了杀的行动 但是呢 没有断绝对方的命根 也不算造下了完整的杀业 比如说一个苍蝇飞过来了 哎呦我就是想拍它 结果人一下子飞走了 因为根据生物方面来说 我们人类的所有的动作 在苍蝇眼里都是慢动作 那我们就没有杀害掉这个苍蝇 这也不算是圆满的一个杀业 那这样大家就根据这四个条件 来衡量自己的往昔的行为 和日后的一些行为 不仅是杀 还有盗 赢 忘旧 各个方面呢 它其实都是要具足一些圆满的知分 如果是消息中有居世界的话 才能说是破了这条戒律 如果触犯了知分的话 我们说是犯了知分界 那大家呢 也一定是还是有机会了 学习一些戒律 不要因为呢 不了解戒律呢 过分的恐慌 也不要因为呢 不了解戒律而肆无忌惮 这样都是两个呢 极端 我们需要遣除的误区 那只有这四个条件 圆满具足呢 才算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杀生 那如果是这种完整意义上的杀生 就需要感受完整的果报 那我们这样来看的话 大家现在执欲了金刚萨多法门 以及诸多的法门 我们可以念经念咒 包括放生 修持一些法 来对峙我们相续中杀生的这些恶业 以及呢 依靠诸佛菩萨这些大愿力啊 来减轻我们的恶业 甚至呢 我们可以忏悔的一干二净 这都是有可能的 当然关大于我们每一个修行人的心力 和精进程度 但是呢 不要以此为借口 说哎呀 我可以忏悔 而肆无忌惮的去杀害生命 当然这种忏悔呢 也不是具足四对之力的忏悔 我们忏悔的力量很强大 我们依靠忏悔 也给自己积累了很大的资量 那我们通过行之善法 也可以呢 将这些善法功德 回向给那些被我们伤害过 或者杀害过的众生 我们不要认为呢 人类才是众生 那跟我们一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 这些旁生们 尤其是被我们诞食过的这些旁生们 都是我们需要去回向的对劲 那当然这种回向呢 对他们利益也很大 但是当时他们被我们杀害时感受的那些痛苦 命根被断绝时感受那种剧烈的痛苦 对于他这个旁生来说 是再也没有办法挽回的 那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再也没有办法弥补了 伤害已经发生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以后啊 一定也是严格的 谨慎的防护自己的身 不要去伤害众生的性命 一方面是跟佛法宗旨相为 另一方面呢 给自己带来了非常大的障碍 那这一点呢 希望大家能够做到 这也是上师呢 不论是在什么场合呢 都是特特的来强调 大家能够做到的 当然如果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还能如理如法的 去参加一些放生的善法呢 可以对质掉往昔 相续中的很大的这种杀生的恶业 近期啊 有一些社会议论 包括各方面的 对于放生呢 产生很大的质疑 这个问题呢 并不需要去争辩 我们需要以正确的行为 去做正确的事 上师呢 也是在此地化开 透过佛法看世界 还有呢 我们这本生命正书系里面 说了很多次 一定呢 是要如理如法的放生 一方面呢 要考察悟命 它有一个合理的生存的环境 另一方面呢 是不要给当地的这些居民 带来生活上的诸多困扰 很容易让人呢 对佛法和对行善啊 这些方式呢 产生诟病 甚至是诽谤 对于自他呢 都没有什么好处 那所以我们在以后呢 也是要先去多看一下 上师关于这方面的教研 以证件来设持 正确的去行持善法 另外呢 上师在入佛门 这篇开始里面 还提到一点 就是我们尽量 如果能做到的话 当然呢 这关带于自己当下的因缘 这种决心 能够吃素 因为呢 吃素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善法 它不分什么南传 汉传 藏传 是佛教的共同的法门 那现在呢 我们吃素的因缘也比较具足 而且对于人体健康 有很大的好处 从佛教内道来看呢 不仅认为吃素 对身体有好处 而且呢 对将来的往生 会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我们根据目前的因缘呢 暂时没有办法做到 可以呢 在一个月的几个吉祥日啊 我们选择吃素 再或者 我们呢 尽量不要去杀生 可以选择三劲肉 其实三劲肉也是 佛陀所宣设的一个方便法门了 进入大乘之后 佛陀也不开始呢 去食用三劲肉 那什么是三劲肉呢 就是指呢 没有听到 是为自己所杀 也没有看到 是为自己所杀 自己呢 心里也丝毫不怀疑 这个众生 他被杀是为了自己而食用吧 虽然呢 吃三劲肉的果报 也非常大 但是也比自己去直接杀生呢 好很多 那我们就跟你自己当下的姻缘呢 能做到多少 就做到多少 一方面呢 只不要去让身边的人生烦恼 另一方面呢 也可以劝戒 身边的人 有一个人 他少杀一条生命 不仅对于他的相续 去有救护 对于那条被解救的生命 是多么大的意义啊 我们这样甚深处地的想一下 其实就会 发自内心的 想要去守护一切众生的生命 前面这三点呢 是提到的 应该断除的 归一法宝的方面 到了第二个大的部分呢 我们应该去做哪些 才能呢 圆满的归一法宝呢 上师在这里说 法 是流存在僧宝的心里 外在的各种法本 是法的所依 首先呢 第一点 我们归一法之后啊 对佛经 等法本 乃至其中破损散落的书页 只言片语 都应该恭敬顶带 视为珍宝 哪怕是一个书页啊 已经散落了 或者是遭到一些外境的破损了 那我们也一样要把它收集起来呢 这样的恭敬顶带 像之前呢 在一些寺院 有很多老鼠 经常会在呢 看他们 当然可能也造了很多 很大的恶业吧 把这些书页呢 要么就是咬的这种破碎 要么呢 就是偷出来啊 不知道又拉到哪里去 这样呢 在路边看到 也是有一些小僧人呢 他们能够仔仔细细的 哪怕是有指甲 那么大小的书页啊 也会小心翼翼的捡起来 进行如理如法的这样处理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呢 不要把法本直接放在地上 或者是从经书上跨过 或者呢 是翻页的时候 用手指沾唾沫 诸如此类不恭敬的行为啊 都应该努力的去避免 看见的一些祖师大德 他们也开示过 我们呢 在月经的时候 应该将双手洗净啊 应该做的端直啊 等等这些 在一些流通的经书后面呢 都有这样印制 大家也可以留心的 这样来注意一下 在金刚经里面说到了 佛陀对须菩提尊者说 在在处处 若有此经 一切世间 天人阿修罗 所应共养 当之此处 则为是塔 皆因恭敬 坐里围绕 以诸华香 而散其处 那不仅是金刚经啊 我们对于一切法本 也都应该这样来 恭敬供养 刚才提到了 断除一些 不恭敬的行为 像在普吉道次第广论里面 宗喀巴大师呢 也是这样开始过 说虽于正法四句以上 应离不尽 又应断出一切不尽 为抵押金卷 冒为货物 置凸土地 灰尘显出 邪袜并持及跨越等 应其恭敬 等如法宝 那从字面上来 理解一下 不仅是一本 这种如理如法印尽的经书了 何况是有四句正法 以上的这种纸片片 或者四句的剂子 这以上呢 都应该远离这种 不恭敬的行为 除此之外呢 我们呢 也不要将金书 作为抵押品啊 作为商品啊 进行买卖 也不要呢 把金书放在地上 或者是有灰尘 以及呢 有危险的这些地方 另外呢 把金书和鞋子啊 袜子啊 放在一起 还有呢 从上面去跨越 这些都应该断除 刚才也提到了 金书是法宝所依 佛陀也亲口说过 末法五百世 我献文字像 我们看到了 一字一句的经文呢 是佛陀的化身 我们呢 能怎样恭敬 就怎样恭敬 这个要发一个 亲近的恭敬心 根据自己当下的一些因缘呢 怎么恭敬 都是不为过的 另外呢 在前行道文呢 华人之人伯切 也有这样的教研说 在世间呢 有这样的俗话 佛经上面 不能放佛像 所以在佛像 经典和佛塔 这几种三宝所义当中啊 因为佛经 它具有开示 取舍道理 延续佛法 会命等作用 与真佛 没有一点一滴的差别 在佛陀在世的时候 可以亲口为众生 开始解脱和涅槃的 这种方法 但是佛陀 驱入涅槃 所以只有佛像 和经书 留在世间 那么我们也只有 依靠佛经里面 记录的佛语 依靠高僧大德 开显的佛陀的秘义的这些论点 来了之取舍 来屈辱解脱 来获证涅槃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啊 我们对于佛经的恭敬 一定是不能有丝毫的差池 因为它跟真佛 是无二无别的 还有就是 我们要断除种种的 不恭敬 法宝的行为 那之前呢 是夏日瓦格西 也有这样说过 我们呢 这些没有智慧的人呢 不恭敬法师 不恭敬佛法 已经是给我们带来了 诸多呢 愚痴的这种姻缘 已经是愚痴到这么个地步了 如果再去造作这些 更加愚痴的音的话 还有什么比这种 更愚痴的行为呢 所以一定要谨慎 对于法宝的这种恭敬 另外呢 像诸多高僧大德 他们对于法的恭敬 我们呢 也要去随谐 比如说 嘎当派的 金恶瓦格西 他凡是见到 有手里拿着经典的人 如果迎面走过来的话 他一定是合掌起立 来恭敬的 后来由于年纪比较大了 无法起身 也是呢 来殷勤的合掌 以此来表示 对法宝的这种恭敬 阿底侠尊者 我们知道后红期的大德啊 有一个宙师呢 他怎么着 也对佛法没有什么恭敬性 但是呢 有一次阿底侠尊者啊 看到一个人 以这种牙齿上的污秽呢 粘到最手上 又去呢 粘到经书 以齿污秽 粘其经书 心里生起了这种大悲心 以及不忍心 所以说 哎呦 太可怜 太可怜了 不应该这样做啊 那那个对佛法 没有信心的宙师呢 看到阿底侠尊者 如此恭敬 法宝 又生起了信心 接着呢 就跟随 阿底侠尊者 来听闻佛法 那我们也要随学 诸位高僧大德 像上节课 我们也讲到了 如何如理如法的 来处理这些 破损的佛像 那一样的道理 那我们怎么来 如理如法处理 这些破损的法宝呢 就是经书这些 可能有一些人说 哎发一个清静心 哎我念一些 缘起咒 或者念一些 缘起的祭送 我烧掉可以了 那这样到底 可不可行呢 在近代的一位大德 他的开示中呢 也是引用了 一些滤藏里面的观点 那在南山律 就这样的教证说 有人无时 烧毁破金 我今火尽 未言得福 此妄思夺 就是有的人呢 他没有什么 正知正念 以为呢 把破损的佛经呢 烧掉 是有福报的一种行为 这样呢 就是太虚妄 太颠倒了 这种想法和做法 那另外呢 在宋朝吧 林之元赵律师呢 我们说律师呢 是律宗的大德 并不是我们 现在所说的这种律师啊 他呢 也有这样的教言说 如烧故今 安于近处 先说 是法因缘生 既已 焚之 此乃传谬 知出何文 引物厚生 献于重力 意思是 如果我们把这种破损 或者是破旧的经书啊 把它放在干净的地方 烧掉 以为自己做的挺如理如法的 还一边念着 祭送 如法因缘生 如法因缘灭 这个四句祭送 那他认为这样是可以的 袁赵律师呢 就说 此乃传谬 这呢 就是讹传 是误传 这样的说法 出了哪一本经 这种呢 做法和说法 完完全全的就是 给后面的这些修行人 带来的误导 使我们 陷入重罪之中 那由此可见呢 按照 诸位高僧大德的 他们的观点 我们呢 如果没有 这种如理如法的 遗鬼的话 是不能自行 来 焚烧经书的 哪怕是破损的 那么怎么来处理呢 可以放在一个地方 一样是我们 恭敬鼎礼的对劲 不会有什么过失的 这华智莫切也说过了 上师在这里也开示过了 就有人认为 供养破损的佛像 供养破损的经书 有过失 那我们这样来看的话 难知是一个碎片 我们都应该以头顶带 放在高处 恭敬供养 那供养破损的经书 它又有什么样的过失呢 我们也是根据 袁赵律师的观点 和他的这种推理方法 来思维一下 如果有这种过失的话 它出自哪一部经呢 它是哪一位高僧大德的开示呢 我们也这样来辨析一下 所以啊 有这种正知正见的话 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日常的一些行为啊 也得到了这种取舍的所依 刚才有提到 不要放在地上 不要跨过去 比如说来 邮寄一些法宝啊 邮寄一些经书啊 我们可以在这种 邮寄的里面 放这样的一个 灭物化之罪的咒伦 像我们科松集里面也好 生命这出戏 这本法本 上师的开示节也好 都有这种如理如法的印制的 灭物化之罪的咒伦 大家呢 也可以放在自己的一些电子设备上啊 或者是放在一些经书上啊 放在包包里啊 因为也是怕不小心跨过去 虽然我们也是呢 尽量的避免自他 可能在无意中产生的这些过失 保护自他的相续 如何圆满过一法宝的第三点 进一步来说 我们怎么来如理如法的受持法宝 上师这里引用了法王如意宝的教言 来说明了受持法宝的诀窍 一起有机会来学习法王如意宝的教言 这真正的是多生累积以来呢 特别大的福报的一个显现 不是特别的敢对法王的教言呢 进行什么样的广讲 我们这样一起来学习下来 就按照法王的金刚语去做就好了 那首先呢第一点法王说 你们呢需要认识到 佛法除了教法和正法以外 再没有别的内容了 思维安乐痛苦都是无常的 所以杂事次要的事呢 都应该放下来 应当只是文思教法修行正法 法王呢也是在在的强调 我们呢说是学佛 那我们学佛学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教法和正法 要么呢我们现在通过文思 要么呢我们通过文思之上 产生的思索生会呢 来指导我们的修行 如果这两者都做不到的话 那我们就谈不上是一个学佛人 另外呢访问在这里 也是教诫后学弟子 一定要多多的其思维 痛苦思维无常 那我们说人生短暂 还有多少时间 有这种听法的机会 多长时间有这种早晨 一起来共修金刚七句的机会 时间也真正的不多了 那我们每一个真正想解脱的人呢 把一些杂事和次要的事 与来世的解脱呢 关系不是特别大的事 先可以放一下 唯一是文思修 那这是法王呢 对于我们后学弟子一个期望 第二点呢 法王说所有的宗派 都是佛陀的圣法 故应当无偏的观想清净 不能以对自宗贪执 对他宗抵触的心 造下棒法的严重罪业 应该呢 圆满的归于佛陀的一切法 不是呢 分什么传播地狱 分宗派的 就是可以说修学哪个法门 而不是呢 以这种分别心呢 去排斥其他的法门 接着呢 说一切行为 都不要盲目的 跟随着实的众生 要按佛陀律葬中 所讲的那样行使 以一切功德的所疑 是清净的戒律 护持三称戒律 要像爱护戒的眼睛一样 法王呢 这里没有用 特别甚深的教言 来给后学弟子 开示这方面的取舍道理 而唯一是这些 我们每一个人 甚至都能理解的这些话 护戒如墓 要谨慎的取舍 所以有机会的话 也是劝请大家 都去学一下 戒律方面的一些教言 那第三个方面 法王说 当今呢 正值佛法衰落的时期 能通达一些正法的人 不要一个人独善其身 应该发起勇猛广大的心 精勤讲经说法 在这个着实里啊 再也没有比学法和弘法 更殊胜的善法了 法王如意宝是真正的佛 法王如意宝所开设的这些道理呢 和佛语无二无别 那这里呢 其实就是一个取舍因果方面的 我们知道善法再也没有比自己 如理如法的系统的文思修 再也没有比呢 勇猛广大的一颗心 去弘法更殊胜的 我们也看到上师 之前在开示的时候 也显现着说 自己年轻时候 最大的一个心愿呢 就是去桑耶钦普 这些连师啊 还有祖师大德们 亲自加持过的圣地 去闭关修行 那当把这个心愿 表达给法王如意宝之后呢 法王也是说 他说我的孩子呀 你应该把你呢 身上所学到的这些妙法呢 传播给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呢 能够感受到这些佛法的利益 所以上师呢 才暂时放下了自己呢 要一生闭关修行的这种心愿 那走出了藏地呢 来把佛法呢 传播到我们在座的 每一个道友的身上 那一方面呢 我们要感念 法王感念上师的恩德 另一方面呢 我们要随学上师这种 弘法立生 兼顾勇猛广大的心 在《次第花开》里面 上师也是这样说过 当年呢 法王要求大家 把这一生修行的一个目标呢 在纸条上交上来 那有的人呢 写要终身闭关修行 有的人呢 是发愿要诸书立说的方式 来立众生 那上师呢 就写在纸条上的字 就是尽己所能 弘法立生 那法王呢 看到纸条之后 也是非常满意 说呢 大家要说到做到 以后即便我不在了 也会呢 经常回来看看 大家是否在 践行自己的诺言 那由此可见 我们这样依照 上师的教研 依教奉行 来系统的参加 这种种种的 在线的课程的文思 就是在和上师一起 完成当年在法王面前 发展的誓愿 那法王瑞宝 也会时时刻刻 护佑我们这些后学弟子 所以我们要 对法王升起信息 要时时刻刻的 祈祷法王 根据这个教研呢 不仅是对我们 自己修学的一个 功德和利益啊 另一方面 我们要在此基础上 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总结来看的话 下面呢 上师也是列出来了几点 说 哎呦 我还是一个初学者 对佛法呢 自己还没找到门路了 自己还没默清 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去弘扬佛法呀 而且也不具备什么 直接讲经说法的能力 那该怎么办呢 我也特别想去弘扬佛法 因为对佛法 生起这种 应重心和恭敬心嘛 自己也真实的 从佛法里面 得到利益 就想让身边的人 一起共沾法喜 那怎么做呢 上师就开始了 第一点 我们自己这个人呢 精进的闻思修佛法 本身就是在弘法 因为什么呢 自己在听闻之后 进步的思维和修行 正法在自己身上 得到了弘扬 自己得到利益 身心都发生了变化 那么呢 也可以感动 我们身边的一些众生 使他们对正法呢 升起向往之心 进而了解和修学佛法 那比如说以前呢 自己是一个 烦恼丛生的人 那现在我们通过 学习佛法 心相续变得调柔了 烦恼也没有 那么深重了 见仁待悟方面呢 也变得温和很多 周围的人就说 最近呢你是怎么了 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那我们就可以 进入第二步了 就是作为初学者 就可以以适当的方式 尽量向其他人 推荐佛教的法本 或者呢 是宣说一些佛法知识 那当然呢 上师这里用了一个 非常善调和智慧的词 就是适当的方式 那我们向别人 宣讲佛法也好 或者是结缘一些法本也好 或者呢 是劝诫别人行善 这些方法都很好 但是呢 要看因缘 何时何地 以何种方式 向何人 传讲何种法门 就这些方面的话 如果自己的智慧不足够 是很难判断和把握的 所以当务之急 还是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智慧 那如何提高呢 说简单也简单 文思修 还是要通过文思修 一步步呢 来开显自己相续中 本具的这个圆满的智慧 那我们作为一个初学者 自己先安静下来 不要那么浮躁 给自己列一个文思修的计划 跟着在线的课程一步步 一堂一堂的 或者是一个学期 一年一年的这样学下去 不管呢 法师们能讲多久 不管呢 自己能学多久 有一次听课的机会 我们就抓住一次 其实这样呢 就是在弘扬佛法了 那上师呢 也说到一句话说 就是好的修行人呢 他内心的这种寂静调柔 可以感动人心 让人们对佛法生起信心 这本身在度己的同时 也是在度化周围的人 我们以适当的方式 像别人这样 检缘法本啊 光盘啊 还有就是现在非常方便的 这些网络的转载啊 包括微信方面啊 我们呢 看到一些比较好的教研 如理如法 来源清静的教研啊 那我们就这样转载出去 这些身边的人 看到一眼 剩下一念信心 或者是发了一张 什么样的佛像图片呢 像别人这样 剩下一念清静心 他就有了这种接触 了解佛法的机会 那这也是在弘法立生 第三个方面的话 我们可以齐请善知识 长久诸事 祈祷呢 善知识弘法立生事业 开展顺利 当然如果自己有条件的话 可以提供一些便利 如果自己暂时不具足这些 创造顺缘的因缘的话 那平时进行行之善法这些功德 就如理如法的回向给十方大德 他们弘法立生事业呢 能够顺利圆满 潜出为原 众生呢 能够尽早见到佛法的光明 这也是在间接的弘法立生 其实我们这样来观察的话 每堂课课后我们在念诵普贤心愿品啊 念诵其他一些回向文和大德们注视祈祷文的时候 就是在弘法立生了 希望从今天开始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增上 对课后念诵回向的这颗因众心 真正的善知识 他们作为一个圣者 一个人就可以成为三宝的总集 他们住在世间 哪怕是一分钟 一秒都能给众生带来无量的安乐 哪怕他们什么都不干 也可以通过种种的加持 种种不可思议利益众生的方式呢 来给众生带来真实的利乐 来潜出众生的痛苦 因为什么呀 他们相续中具有圆满的菩提心和智慧 所以他们住在世间一秒钟 也能承办非常大的事业 我们呢一定要行持诸多的善法 令上师欢喜 祈祷上师长久诸事 这自己为众生做出来特别大的贡献 第四个方面呢 上师也是开始到 我们呢要以使法行的方式来授持佛法 使法行是哪十个方面呢 就是有书写 供养 诗他 听闻 批读 授持 开眼 讽诵 思维和修习 这十个方面 我们呢能做到哪些就尽量去做 比如自己抄写经书啊 供养呢就是以香花来供养 自己如果家里有条件来布置这种佛堂的话 或者是供桌 也可以把一些显密的法本呢 供在佛台上 那每天供水供花供香和鼎礼的方式 在鼎礼佛像的同时呢 也鼎礼了法宝 这样也很好 另外呢还有师他 有这种机会啊 就可以给别人结缘法本啊 光盘啊 也是授持法宝的一种行为 另外呢 听闻 批读 授持 开眼 讽诵 是通过听闻佛法而学习 是主要我们呢能够获得文所生会的一个方面 具体来说 听闻就是认认真正的听 批读就是认认真正的阅读经论 授持就要熟记 而且不断的去复习我们学过的课程和讲记 开眼 就是把我们所学的法义传授给别人 讽诵呢 就比如说我们念功课 思维和修习就进一步的屈辱了思索社会和修索生活 由此来看 日常的做功课 上课也好 课下之后进行复习 或者是参加考试 都是授持法宝的行为 源于佛法所形成的一点一滴的这些善法 都可以给自己带来非常大的利益 同时也是在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以上是法皇律宝刚才开示的三段教言 其中法皇提到了 我们要互戒如墓 就是教诫每一个修行人 手持清静的三乘戒律 如果我们相续中有这种边界的戒 菩萨戒 密承戒的话 我们就要在了知戒条的基础上 去清静的守护 这是佛法的基础 因为戒律是一切功德的根本 它可以衍生出来一切善法了 第二个方面 闻思修行是佛法的精髓 法皇提到了 除了教法和正法再没有别的 我们如果不去闻思修行 佛法慢慢慢慢的就会隐没于世间 没有人受持佛法了 所以现在每一个人去听一堂课 去念诵一点功课 或者去打坐思维一下什么法义 或者进一步的去指导 我们身余的种种的善法的行为 就是抓住了佛法的精髓 终于入门了 而且找了一条最快的能够解脱的道路 就是闻思修行 第三个方面 红法 解脱了